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基于ExpressMogoDB的一个简单的商品管理系统 然后这个商品管理系统我们不是实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我们只是实现商品管理模块 那下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做这个商品管理系统的一个主要目的 首先的话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复习一下我们以前学的东西 并且应用一下我们以前学的这些东西 其次的话我们要把我们以前给大家讲的这个DB库 就是我们的操作数据库的这个NodeGS文件我们要进行封装 再次的话我们要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让大家学会这个上传图片 以及我们学这个简单的商品管理系统是为我们下一个真正的项目图电 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目的 那下边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的话 我们首先有个后台管理员的一个登录退出 后台管理员登录的话 我们需要连接我们这个数据库在数据库里边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用户 并且用户名密码对对 如果对的话就登录成功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要对这个商品增进行写示增加修改以及删除 当然我们这个增加修改商品的时候 我们要实现这个商品图片的上传 其次的话我们把这个功能实现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再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优化 我们要对我们这个蘑菇DB 蘑菇DB这个数据操作的这个方法要做封装 那其次的话我们还要在前台 也是我们增加修改的这些商品 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主要功能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展示 首先就这样一个页面 其次登录成功以后进入我们这样一个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里边我们如果点击商品列表 我们就可以看到商品列表 这里边点击增加商品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商品 这里边的话这个图图标 也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对应的图片 我们回头也得进行上传 包括这里边有修改删除操作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商品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下边的话我们就创建项目来实现 我实现一下我们这个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些功能 行 那首先的话我这里边新建了这么一个项目 新建项目的话 那这里边的话 我是基于这个Express来给大家搭建的 那这里边的话我首先安装了这个Express 首先安装了Express 那我们给大家写一下 首先我这里边安装了Express和这个BodyParser 为啥要用这个BodyParser呢 我们回头是不是要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提交数据要用到 或者我这里边先把它删掉 我们看一下 我先把最基础的Express给大家写好 行 这就是我们这个Express框架 那下边的话我们搭建我们这个项目 你这个要引入Express Express是不是也得安装 行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先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看一下先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报错 报错是因为啥呢 他告诉我这个端口接听失败 那我们这里边换一下端口 叫3003 再重新来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这里边输入3003 走 他这里边给我报了个错误 告诉什么呢 告诉我们这里边这个render找不到 这是我们用了一解二次 那我们send一下 行 那再重新来一下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 行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Express 这个Express框架就搭接起来了 搭接起来以后 那下面我们看我们这些功能 首先的话 我们有一个用户登录的一个功能 对吧 用户登录 那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定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定一个登录的一个路由啊 登录 但是我们首先先这样写啊 回头我们要对我们这些路由 以及模块进行封装 我们首先这样配置 longing longing页面对吧 那我写是一个longing 那其次 那下面还应该有什么呢 那我们看一下 有longing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商品列表 对吧 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的话 那我就写一个 直接一个product product p-r-o-d-o-c-t 这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列表 对吧 商品列表 那下面还应该有谁呢 你看下啊 是不是还应该有 这商品列表还应该有 是不是有增加商品 增加商品和修改商品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配置其他路由啊 比如说我这里边有个product的add 叫增加商品 对吧 我就都小写吧 product的add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这个product的edit edit 还有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什么呢 有一个product delete d-r-e-t 删除对吧 d-r-e-t-e-t 行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对不对 比如product就写是我们这个商品列表 product的列表 列表 然后这里边写什么呢 增加商品啊 增加商品 然后这里边写别集商品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路由搭建出来啊 路由搭建出来 行 那这里边的话啊 我就备注了啊 回头大家写点码啊 备注一下啊 我们先这样写 大家回头会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进行优化啊 行 那这时候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首先的话 我们跑到首页走 啊 index 没有问题啊 那首页的话啊 啊首页啊 首页我们回头是不是要挑转到login啊 那我们先不管他啊 然后index dlogin 输入login loj loj login 走 login 没有问题吧 登录对吧 当我再输入这个product的商品列表 然后product的add 增加商品 product pro product的一个edit edit 别写商品 还有product什么呢 是不是delete delete delete 走 怎么login呢 确实login啊 行啊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搞定了啊 因为他这里边什么没有改这个文字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路由就配置成功了 配置成功以后 我们想的是啊 如果你啊 你这里边 进来login页面 我们要加载呢 是不是要加载这样一个登录的一个啊 登录的一个模板啊 所以我这时候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就是正常我们写后台啊 或者是我们呃我们用not.js或用peerp或用java啊 就是套我们数据的话 我们需要这个静态页面啊 需要我们这个静态页面 我们需要在这个静态页面做操作 一般的话后台程序 他很少去写这个页面的 当然如果我们是机会前端又会not.js 那这时候那个前台页面也需要我们写啊 当然这里边我已经写好了 我们就不带大家去敲这个css了啊 这个非常简单 行 那下面我们把我们这里边写好的这个呃代码给大家运行一下啊 仔细看一下啊 我这里边的话已经有写好的一个静态页面啊 就是重静态页面啊 重静态页面啊 基于boss trap的一个静态页面 你看一下如果login 啊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登录页面啊 当然这里边有错位啊 我们一会再看再调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那同理这里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b级页面对吧 啊 add 或增加页面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用这个静态页面啊 这是从atmrcss静态页面 也就是切团喜好的页面 然后我们来搭建我们这个not.js后台管理系统啊 行 那这时候的话啊 那要想一想啊 我们回头如果到这个login页面 我是不是要渲染模板 渲染模板 就是我们要加在我们这边login这个 atmr代码对吧 那渲染模板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用到我们这个模板引擎啊 我们学过一个模板引擎叫什么呢 是不是叫egs模板引擎啊 egs 模板引擎啊 egs模板引擎 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模板引擎 要用模板引擎 你首先第一步要干啥 是不是要安装这个模板引擎啊 行 那这里边的话 我已经安装了这个egs啊 啊 要安装我们这个egs啊 安装就是c npm instar egs 概概c5 我就不写了啊 这讲过好多次了 然后第一步安装完成以后啊 我们说egs的话 你在express里边 你不需要引入 直接用啊 通过我们这个app 叫 set一个 set一个view引擎啊 v e w w e n 这样 等于view引擎 然后写个egs egs 这表示使用我们这个egs模板引擎啊 使用egs模板引擎 行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了啊 行 这样的话egs就ok了 ok以后啊 那我们在login一面 我们做操作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是set了 我们得干啥呢 我们什么 i e s i e s i e n render i e n rrender render要干啥呢 是不是要渲染我们这个 今天页面 渲染谁呢 是不是渲染我们这个login页面 那login页面的话 你这样设置我们这个egs以后 它默认加载谁呢 啊 是吧 默认 这样的话 egs 默认找 v e w s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目录啊 就在这个目录下边去找我们这个login.egs 所以下边的话啊 我们要新建一个v e w的一个 v e w s的一个目录 v e w s 没有只表示我们这个egs的一个视图展示区域啊 当然你也可以改变我们这个 egs默认写示的目录啊 当然我觉得这样就ok 如果你想改也可以改一下啊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在里边我新建个什么呢 我新建我们这个 哎 longin.egs longin 你看一下啊 我新建一个egs 文件写个login 走一下啊 那行 你看啊 我写个你好 这是登录页面啊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加载我这句话啊 这样的话 我一个模板就定义好了啊 就这么简单 那你看一下啊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一定要注意啊 重启 然后这里边我们刷新一下啊 看我们这个项目在哪 在这儿对吧 走一下 哎 product delete 然后我这里边输入longin 走 啊 是不是出来了 虽然乱码了 对吧 乱码啊 我们知道啊 我们知道是因为这里边 是吧 边码不对啊 啊 改一下边码 然后你再重新保充一下 再重新来一下 走一下 我们改这个模板是不需要重启啊 我们改这个后台 这个node.js 那边我们需要重启 是吧 您好 这是登录页面就ok了 ok以后 那下边的话 我们要干啥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写好的这个longin页面 是不是拿过来啊 等于你这个longin页面的话 那这里边 它是不是又加载了一些啊 加载了一些我们这个静态的什么css 或者是图片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 它是不是就啊 加载了这里边的css和js文件啊 所以我们首先这样 我们首先就把它原份不动的先拿过来啊 你看一下 我们首先把它拿过来啊 就把我们这个刚才的这个longin页面就在我们这里边这个这个longin页面对吧 打开以后在这儿刚才卡了一下 然后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这个页面里边 放到这以后 你仔细看了啊 我们这时候我们刷新一下走 是吧 用户登录啊 什么密码 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它是哪里的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边定义的 当然这里边定义的 我这个静态那边 因为它加载了谁呢 是不是加载了这么多css 以及加载了gs啊 那这时候的话 它加载了谁呢 是不是加载了这里边的这几个静态文件啊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放这个静态文件 那静态文件放到哪呢 那问题了 有些东西说放到vios下边 对吧 那肯定不合理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又可以新建一个文件件 叫public public 那这个文件啊 或者我就叫public 对吧 public 这个文件是干啥的呢 这个文件就是放我们这个静态资源的一个文件件 那你仔细看了 那这时候我把这个静态资源都拿过来啊 我就放到这 那放到这以后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都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我们运行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加载啊 你刷一下 刷一下它还是加载不了啊 虽然你把你这里边新建了一个public这个目录 对吧 我们把这个longin页面付出过来了 付出过来以后 那这里边它这个css和gs还是加载不了 你看一下啊 刷一下 是不发现没有加载 没有加载以后 你这时候啊 在新刷口打开 你看一下它加载的路径是啥 是吧 css下面的longin.css 那我们这里边有css目录吗 是不没有啊 没有这个css这个目录 那这个css目录在哪呢 是不是在public这下边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又要在我们这个app.gs里边 配置我们这个啊 配置我们这个静态web服务啊 也可以叫做托管我们这个静态文件啊 那行 那下边我们配置一下啊 就是配置pub public目录为目录为我们的静态资源目录啊 静态资源目录 不然的话它加载不到我们这个css啊 那我们写一下app.useuse 然后express.sta static 然后这时候我们配置谁呢 配置我们这边的public目录 行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我们配置这个静态目录配置完成以后 那我们再看一下 来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那我们再刷一下 对不对刷一下 你发现css是不是可以加载了 你既然可以在这访问 那同理你在这刷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是不是就ok了 login的时候是不是login页面就出来了 那行 那我们再看一下login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那下面的话我们点击登录 我们这个功能写不错 我们先把这个页面搭接起来 那如果我下面的话输入这个product list product一个叫就输入product 走 我是不是要写是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这个页面 那我要找到谁呢 是不是要找到我们这里边的这个index.tml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 我就再把index.tml拿过来 我改成index.egs 然后这里边的话 它也引入了这个bottstrap下面这个css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配置了静态web服务 也叫托管了静态文件 所以它可以直接在public目录下边找到 那行 那这样就ok了 ok以后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 就是render 对吧 就是在我们这个商品里边 我们不是直接写实了 我们render一个水 Render一个叫product p-r-o-d-o-c-t 那同理我们这里边要改一下 不叫index 我们叫product.egs 那再仔细看一下 再仔细看一下 那我们刷一下 没反应 没反应 那我们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那你再看一下 刷一下 ok吧 是不是就ok了 我们这个页面 那这样的话 这个product的页面就配置好 配置好以后 那下面我们再继续 那同理大家猜也能猜到 是不是还差一个add页面 叫product add p-r-o-d-o-c-t product edit和add 行都一样的 product edit和product p-r-o-d-o-c-t 一个add 行 那我们赶紧改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product add 那这里边就是 增加商品 对吧 这叫增加商品 然后这里边叫b-g商品 我们先把这几个名字稍微改一下 这叫b-g商品 行 那这是我们运行一下 看对不对 当然这里边引入的cs 是不是我们都在这里边托管了 所以它直接能加载的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刷一下product 我再输入product add 走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是因为啥呢 你改变了我们这个not.js代码 你就需要重启 然后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 那我们再来一下 走 重启也没效果 是因为啥呢 一定要注意 写着写着 别写忘了 我们这里边 我们是把add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给它 render到product add 然后同理这里边edit我们product edit 行 那再重新来一下 再来一下 render表示渲染模板 一定要注意这里边这个html还要改成这个1-s 1-s 然后这里边也是改成这个1-s 1-s 因为我们这里边默认的这个模板的后准名就是1-s 这个1-s其实就是html 对吧 来重新来一下 走 是吧add出来了 叫增加商品 那你再看一下 我这里边写个edit 走 是不是叫别记商品 没问题吧 等我这里边输入login 是吧 login页面 等我输入这个product 走 是product 那这样后台的这个界面就搭建完成了 搭建完成以后 那我们再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有新的需求 啥需求呢 老板要求你在导航上再给我加一个 再加一个菜单 对吧 比如说我叫 叫什么呢 叫文章管理 对吧 要在这加个菜单叫文章管理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那这时候文章管理 你是不是要在我们所有的菜单里边 要注意 我们所有的页面 所有的页面 product list product add l-i-s-t 是不是product的这个 product的还有product add 所有的页面 是不是都有我们这个文字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改这个勾勾的功能 很痛苦 我们就给大家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 你要加个什么呢 要在上面 是不是加个菜单 加个我们叫什么呢 叫文章管理 文章管理 然后那这里边加了以后 你看我刷一下 这里边是没有 等我点击到product 是不是文章管理来了 那这时候 你这才有三个页面 对吧 没问题 三个页面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改 看一下 三个页面直接改 没问题 行 你看一下 我们再刷一下 走 这里边也有了 product什么呢 product add 走 是不是也有了 但是product edit 是不是还没有加 edit 没有加 对吧 三个页面还好 如果你有300个页面 那你是不改这个东西 能把我们改封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把我们公共的代码 进去抽离 仔细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除了我们登录页面 所有的后台的页面 它都共享水 是不是共享一个 我们头部导航 所以这时候 我就在vios下面 我新建一个目录 叫pub pubrc public目录 然后在public里边 那我再新建一个egs 我们叫 header.egs 行 那我把这里边代码都删掉 这里边都删掉以后 我把这里边的代码 公共的头部 给它抽离出来 你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个nav 那行 那我把这个nav档行 抽离出来 放到我这个hander里边 放到这里边以后 那我们说了 以前给大家讲egs的时候 我们说 你这里边抽了一公共功功能 我是不是在这里边用到 我可以引入 引入怎么引入呢 一个接号 把分号被封号 一个记号 一定要注意 写个inc include inc incl 有第一 include 谁呢 include我们这个public 下边的 hander.egs 行啊 那这样你再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边引入了 你看我们这个product啊 对不对 走 你发现是不是就ok了 但是乱码了 乱码说明啥呢 说明已经成功了 就是你这里边编码再改一下啊 再改一下 然后再来一下走 是不是就有了 那就有以后 你再看一下 我们在其他页面啊 我们其他页面的一个导航 我们直接就可以给它干掉了啊 删掉 是不是删掉 删掉以后 我们直接写个include ok搞定 那同类 我们在edit的时候 编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nav删掉 删掉 删掉以后 我们导入 导入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啊 我们改html代码 html代码 不需要重启后台啊 不需要重新nowjess 你看一下 走一下product product list 走 product叫add啊 一下就写错了 add 走 是不是ok的啊 再写一个edit 是不是也是ok的 那这样我们公共导航 是不是就分离了啊 公共导航就分离了 分离以后 那我们这个菜单 你发现啊 当然我们现在只是有这个 只是有这个商品管理啊 回头我们文章管理 点击文章管理 这个右侧可能还不一样啊 我们回头再管 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 我们就先看商品管理 这个模块 下边的所有模块 是不是都用到了 我们左侧这个菜单 所以我这个左侧菜单 是不是也分离啊 这个和刚才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要改一个菜单 把哪个去掉呢 比如说把我们这个分离的一个 把我们这个商品分离列表 增加商品分离 我要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对吧 我改成商品分离增加 那你这时候也是比较痛苦啊 你看一下 你需要找到我们这里边所有移民 一个一个进行改啊 比如说商品分离增加 这里改了 然后在哪改 是不是在这改 那有时候还会乱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公共的功能 我们也是抽离啊 那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再抽了一个egs 写个asld a side对吧 a side一个left 叫egs 就左侧的一个 左侧的一个导航 那行 那抽了出去以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啊 你也可以把这个都复制过去 我就复制里边的这个 a标签也是可以啊 然后全部复制 复制过来以后 那我们在pordag里边 同类 我是不是也引入啊 引入谁呢 他下面的这个叫a side a side left a side left点egs 那同类这里边add的时候 那我们同类也是删啊 删掉啊 引入 然后这里边也是把水纳 把这里边这个删掉 引入 OK搞定 搞定以后 那同类这里边要注意 编码还是要改一下啊 编码要改一下 他怎么还改不了呢 我们重新关闭 重新再来一下啊 我这个边码有问题 难道边器有问题 来我们先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它肯定是乱码的 对吧 乱码啊 那我改一下这个边码啊 行 那就是这个边码又改过来了 改过过来以后 我们再刷一下 是不是OK了 OK了 当然我下面的话 我想的是 是不是还可以点啊 是不是还可以点 点上面列表 是不是出来上面列表 点增加商品 是不是出来增加商品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上面列表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 是不是就直接改这了 图中吧 我们直接改a side left 直接改这里边导航 是不是就行啊 hif等于什么呢 如果是商品列表 我们是吧 hif等于这个 product谁呢 就直接等于 是不我们这个 p-r-o-d-o-c-t啊 仔细看啊 product 那这里边 是吧 等于product 那如果是 叫增加商品 是吧 product and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刷一下啊 刷一下 那这时候叠 叠 是不是就可以叠了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实现这功能 但是你发现这里边怎么好像还有点问题呢 颜色怎么还不一样呢 那是因为啥呢 因为我这边引入的css可能不一样啊 那行 那我们在这个首页啊 首页里边我也引入水呢 你看一下啊 首页里边我也引入我们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ad里边 ad里边引入了这个basic 我看这里边有没有引入啊 那些行 也引入一下啊 等下回头啊 你再封装的好一些 怎么封装呢 你看一下啊 我们hander hander里边 我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切换出去 哎 你看到我刚才写了啥 是不是 你这个后台管理器做css 是不是也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这个css 是不是也切 锋里出去啊 放到哪呢 放到这个最上边 对不对啊 那这样它一组合 是不是就是个atman email 你自己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 我这个product ok add 那我把上面这些东西 是不是删掉了 删掉了 你要引入一公共css 直接在hander里边操作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那行 那上面都删掉 你回头把这个引入以后 是不是就拼接成一个完整的代码了 那再运行一下 走一下 ok的没问题 点商品 没效果对吧 没效果 点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增加商品 增加商品 行 那这样我们这个就搞定了 对吧 这个框架就搭解起来了 然后longing 是longing 那框架搭解起来以后 那下一节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登录 你这里边只有登录成功以后 你才能进入哪 是不是才能进入我们后台管理系统 如果你直接在幼儿园里边输入 你是没法进入的 正常后台管理系统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直接访问这个地址 没有登录 是访问不了的 我们需要做缺陷判断 如果你这里边登录完成以后 那比如说他有用户信息 那我们是不是才让他访问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 那行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啊